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又是我卡洛斯 我記得兩個星期前 我做了一個影片 將我砌一隻四足機械之珠的過程 記錄了下來 我願意跟朋友分享一下 砌模型或者砌半成品套件的樂趣在哪裏 想不到有很多朋友或者學生喜歡的題材 今天已經是聖誕假期 留在家裏做些什麼好呢? 就不如拿些模型出來 消磨一下時間 其實很多朋友都在問及 卡洛斯你怎會有這麼多題材 每個星期拍一套 Stem 或者Steam 的影片 我告訴我可不可以知道 很多時候我很多宴戀 或者是一些新的計劃 都是來自以下橙色的網站 既然沒有什麼街頭去 上網和Windows Shopping 來這個橙色網站 往往都找到很多新的驚喜 很多時候我看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價錢又不貴 我就會買來自己玩一下 譬如我最近都留意很多 OS的機械人的套件 你看到價錢這麼貴 也都未必願意投資這麼多錢出來去玩 不知道會不會被人騙 不過又這麼說 不是一定貴的東西出來才好玩 有時候你在上面打高科技 竟然是幾元雞或者十幾元雞的玩意 之前我就找到這一款東西 軌道滾珠 只是幾十元而已 然後我繼續翻下去 就發現這個東西 原來是相當火的 因為翻越下去 竟然發覺這個軌道滾珠的玩具 是出現很多次的 那就是人氣相當高了 幾十元不買回來玩一下 於是大家看到今天 我已經有一個說明書在手 還有一套套件在手 正打算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拼了兩個多小時 終於拼好了 雖然過程有點費手 但還是挺好玩的 買了一個適合發呆解壓的神器 木製的軌道滾珠 用很多小木板拼裝 類似於傳統的損帽結構 精緻的齒輪 機械感很強 軌道也有一些小設計 還贈送了五個小球 放入小球 齒輪轉動 將小球帶入軌道 其中一條軌道滑向這邊 繞一圈 小球回到起點 還有向下滑的S型軌道 通過直到軌道遠點 多放幾顆小球 更有意思 快去試試吧 剛才我們看了一段解說的影片 實際上這套套件的安裝 難度都相當高的 所以影片說要花兩個多小時 就有點不過分 看看我自己能不能夠破對這個紀錄才行 而一個這樣的滾珠式軌道玩具 他說它齊全了Steam的五個元素 也都不是假的 大家不妨一齊來看看我的組裝過程 三十多元的一份套件 除了裡面有說明書一份之外 只是激光所切割的木板零件 已經有六大塊 你都別說不多 此外零件包裡面還有角色角色 有螺絲 配件 摩打 電池 電池箱等等 還給你五顆降珠 慢慢玩 要跟著說明書 逐步逐步砌出來 你都別說容易 因為只是這幅配件圖 我想你眼力少一點 都沒辦法分到幾十件大小不同的零件 好了 我們先由底座開始 就在上面安裝一些支架 砌開門的朋友都知道 每一件配件切出來的時候 有些披口 用剪鉗剪走它 再用錯仔收拾一下 都是常識來的 零件包裡面有白膠章 卡路斯也是建議你用白膠章 會比用502 萬一砌錯了 撕開也容易 用502貼錯了就沒得夠了 好了 砌完最後這一條 底座就完成了 哈哈 但是不要開心 因為這樣只是砌了第一幅圖 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現在我們開始要做這個大齒輪 這個運送鋼珠的大齒輪 是由四塊配件組成的 特別留意這個坑位的地方 是要一層一層向下落 一顆鋼珠 之後才會在這個位置滑下來 認為四塊配件的排列沒錯 就可以用四顆螺絲和螺絲柱去相近它們 至於一個大齒輪應該怎麼轉動呢 就要靠這兩塊支架 就是用它們一前一後 將這個大齒輪夾緊 中間通過一條長螺絲和支柱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齒輪就可以在中間轉動了 這一套滾珠軌道就不是用手攪的 是用電動的 所以跟著呢 我們就要安裝這個動力系統 就是摩打的部分 這部分不是很難 但是異常複雜 因為就是這幾件配件 你都很難分到哪件打哪件的 經過頗長時間的研究 我終於分到了 這幾片的配件應該這樣一塊搭一塊 然後將摩打和齒輪組 都安裝了到原本的大齒輪的支架上面 最後就用這兩個橙色圈圈固定兩條軸 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將整個動力系統 包括齒輪組 塗好膠水 安裝到底座上面 接下來呢 就是漫長砌軌道的時間了 因為軌道就有很多條 大家不妨翻開說明書 慢慢地研究一下 雖然就是多 但是條條都是這樣砌的 而由於每一條軌道的底板和欄杆都不同 你是只會砌不到 就沒有機會會用錯零件的 而之後呢 就需要將這些軌道逐條逐條歸位了 我的經驗就是安裝這些軌道一定要手工很好 因為稍微有失誤 滾珠就沒有辦法順利地流下去 又或者會飛飛飛出軌的了 組裝來到這個步驟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其中一條向下流下去的Z型軌軌已經完成了 而滾珠流到落底 就經過這條通道返回摩天輪道 然後就轉回上面 至於另外那條通道就複雜得多了 只是支架都有四個 經過了九曲十三彎 然後跌到這個螺旋的轉盤 但是終點就跟剛才那條Z路一樣 是返回摩天輪的入口 我們現在不妨手動扔豬下去試試 由摩天輪的高處開始滾下去 經過了分岔器 有機會滾到這個九曲十三彎 然後滾到螺旋式的圓盤 但是第二次就會跌到Z型的通道 而兩者的終點都是摩天輪的入口 好了 既然軌道的部分都沒有問題 就讓我完成動力的部分 首先當然是把電池盒的接線 和摩打的兩個接點含接器 好 開掣 似乎都很成功 證明我的手工都不錯 砌得那麼辛苦 好 我們不妨看看每一個細節 由摩天輪的頂 是這樣滾下來的 經過分岔器 走九曲十三彎 然後跌下去 當下一次分岔器 放在另一邊 就會行Z通道 但是無論你走哪條路 最終都是回摩天輪的入口 就算以卡洛斯的動手龍力來看 我都會覺得滾珠的玩具 安裝一點都不簡單 經過剛才看完 這麼漫長的安裝過程之後 我相信各位都不會再覺得 砌一下這個模型是小儀科 所以如果大家平得出時間 有這樣的耐性 不妨去挑戰難度再高一點的滾珠玩具 我相信在整個組裝過程 大家都能夠學到很多Maker的動手技巧 好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了 卡洛斯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記得按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